第878章,诡异的沟通,说召唤可能有点不准确,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特别的征兆,只是在走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他应该到那个方向去看看,而林末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召唤,是因为这个念头出现是突然间凭空出现的,在其出现之前,他脑中根本没有任何与之有关的想法或念头,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直接把这个想法塞进了他的脑子里,盯着那个方向看了片刻,他直接迈步,走了过去。 虽然这个想法出现的莫名其妙,但他既然产生了这个想法,那就说明,这个方向也许真有什么值得他去一趟的东西。往前走了大概两三百米之后,他脚步一顿再次停了下来,因为他前方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深坑,因为雾气的遮挡,他看不到这个坑的直径和深度,于是他便召唤出昆蓬,特意让他去看了一下。而得到的结果是,这个大坑的直径有将近一百米,深度超过三十五米。这应该就是图阁前辈和军方的人战斗时留下的痕迹吧。林末眼中不由露出了一丝震惊 。如此大的一个坑,可想而知,当时双方交手时的激烈程度。站在大坑边往下看了看,没什么特别的发现,林末绕开大坑,继续往前走了过去。又往前走了差不多七八十米,他脚步再次一顿,然后看向了右前方。那个位置,又是一个大坑。这个坑比之前那个小一些,直径只有五十多米,深度也只有不到二十米。但就在他靠近这个大坑的时候,脑中又凭空出现了一个想法,到坑里去。不过这一次,林末却并没有照搬。而是站在大坑边缘,盯着坑中的雾气,陷入了沉色。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影响我的想法?前后两次,脑中凭空有想法冒出来,这让他确定,他一定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可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此时却是毫无头绪。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不敢轻易地进入这个大坑之中。因为他不确定,这个能够影响他想法的东西,会不会对他不利。万一这东西能夺舍,或者能直接杀了他,那他贸然下去,那岂不是给人送菜。而就在这时,他脑中突然凭空出现了第三个念头,不会。不会?不会什么?是不会对我不利吗? 想到这里,林默脸色猛的一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如果他脑中出现的不会是他想的这样,那岂不是说明这个东西能感应到他的想法,而且还能隔空和他交流。这太可怕了。林默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不管这坑里的东西是什么,他都还是静而远之的好。虽然他也很好奇这坑里的东西是什么,但好奇心害死猫的是,他绝不会做。 至少,在有把握保证自己的安全之前,他绝不会做这种冒险的事,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脑中凭空冒出来的想法,却让他脚步一顿再次停了下来。因为此时他脑中突然出现的想法是,我是图。这个想法就好像是突然断了线的电话一样,只冒出一半就没了后续。但通过这三个字,林默却不难推断出其完整版。 我是图格西姆。这个念头,让林默的眼角不由抽出了两下。军方说,图格西姆冲进了空间裂缝,尸骨无存。可现在竟然有一个疑似是图格西姆的东西,在通过精神跟他沟通。这实在是太诡异了。这个大坑里的东西,真的是图格西姆吗?如果真的是图格西姆,他是怎么从空间裂缝里活下来的?如果不是图格西姆,那他又是怎么知道图格西姆的?这一刻,林默脑中突然冒出了无数的疑问。不过他仍旧没有贸然行动。转过身,缓缓回到了大坑边。 他看着大坑底部的方向,脑中不断问道,图格前辈,是你吗?既然这个想法能够和他隔空交流,那他也许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认一些事情。可是,他一连在脑中问了很多遍,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怎么回事?难道当当都是我的错觉?林默念头转动着,直接转身朝着远离大坑的方向走了过去。可直到他走出几十米,脑中也再没有冒出任何想法。难道真的是我的错觉?林默念头转动着,然后神情突然一动。该不会是太过虚弱,所以无法再和我沟通了吧。 因为刚刚那句,我是图,就是突然断线的。想到这里,林默再次转身回到大坑边缘,然后带着驳马,小心地朝着坑里走了下去。如果这东西真的几经虚弱到了无法交流的程度,那他就算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最重要的是,如果坑里这东西真的是图格西姆,那他就不能不管。所以,他必须要下去看看才行。大坑整体呈晚行,坡度并不是很陡。不到一分钟,林默就几经够来到了大坑的中央部位。可是环顾四周,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坑,坑里除了泥土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你还在吗?林默脑中询问着,可是等了片刻,也没能得到任何回应。看来真的是虚弱的几经,无法和我沟通了。林默心中做出了判断,然后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无奈。把他叫到坑里来,结果自己却失联了。这让他怎么整?沉吟了片刻。林默一念一动,干脆直接把玄武召唤了出来。事关图格西姆,在没清楚情况之前,他肯定是不能走的。正好林若鱼使用幻古神髓的时间还剩最后两天。 所以他打算在这里等等看。这个大坑已经存在两个多月了,不出意外的话,坑里的这个东西,应该也存在两个多月了。既然如此,那他应该就不会轻易地消失。也许让他休息休息之后,他就能继续和他沟通了。第879章,一定会成功。念头落下,林默直接身影一闪,进入了玄武的体内空间。因为他进入黑雾谷到现在过去没多久,所以林若鱼依旧处于玻璃状态。 林默检查了一下他的状态,确认一切正常后,这才陷入了沉思。他在思考,大坑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蓝星没有修仙体系,所以类似原因、神石、魂魄这种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隔空感应他的想法,还能隔空和他交流呢?他只想到了一个精神系的凶兽。精神系的凶兽和宠兽,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是能够独心的。他们能通过人类的精神波动,感应到人类的想法,并通过精神波动和人类交流。但他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大坑 在坑里绝对没有精神系的宠兽或者凶兽,甚至周围几百米范围内也没有。除了精神系的宠兽和凶兽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隔空感应他的想法,并且和他进行交流?也许有,但他真的是从来没听说过。不过现在最麻烦的地方在于,那东西应该是在坑里,可他在坑里却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也想过,那个东西会不会是被埋在了土里。可就算那东西真被埋在土里,他也做不了什么。这个坑这么大,他总不能漫无目的地掘地三尺吧。所以,他现在只能被动 地等待那个东西联系他。否则,他想找到那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想到这里,林默摇了摇头,不再费神去想了。在这里等几天,也许一切就都有答案了。然后他直接盘膝而坐,进入冥想状态,开始练习借用火球。自从那天在宾馆找到了借用火球的头绪之后,他这几天一直没时间练习借用技能。所以,本着不能浪费时间的原则,现在正好可以练一练。几个小时后,林若宇的玻璃状态结束,又忍不住地开始挣扎,扭动了起来。林默听到 动静连忙停止修炼,开始帮他擦汗,给他喂水,同时不断地给他加油打气。连续五天的痛苦折磨,就算是一直在坚定的人,也有可能会坚持不住。而这个时候,一旦松懈,很可能就会精神崩溃,甚至意识泯灭。所以,林默真的是不敢有一丝的大意。就这么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林默给林若宇喂下了第六个瓷瓶里药丸,确认他进入玻璃状态后,这才身影一闪,再次出现在了大坑之中。大坑之中和昨天一样,没有任何的异常。 林默这才走到大坑中央,在脑中连续了几遍。你还在吗?可是他足足等了五六分钟,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是还没休息好,还是真的寂静不在了。林默思绪转动着,跳上玄武的背,然后召唤出猪雀,让他开始演练火球的释放过程。而他就那么静静地观察着,体悟着火球出现前后,周围环境中的各种细微变化。转眼又是几个小时,直到林若宇的玻璃状态快要结束,林默也依旧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无奈地摇了摇头,他闪身进入了体内空间。看着满脸憔悴,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的林若宇。他眼中不由露出了一丝心疼。不过想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他心中又不由地有些期待。到后天早上,七天七夜就全部结束了。希望最终的结果,能对得起林若宇这七天所承受的所有痛苦吧。这时,林若宇的玻璃状态彻底结束。林默也再次开始了擦汗,喂水,鼓励地不断重复。直到第二天早上,把第七个瓷瓶里的药水让林若宇喝下。等他 进入玻璃状态,他这才再次回到了大坑之中。在吗?他在脑中连续问了几遍,可等了几分钟,依旧没得到任何回应。林默有些不甘心,连续变换位置又问了几次,但结果没有任何改变。他索性也就不再纠结,再次坐在玄武背上召唤出朱雀,让他继续演练火球的释放。火系技能带来的环境变化,虽然不如空间波动那么复杂和艰涩,但他想掌握这种变化,也不是三两天就行的。不过魔刀不误砍柴弓,所以林 几个小时后,林若宇的玻璃状态结束,林默也开始了他最后一天的护工生活。不过此时他的心情和之前几天,已经截然不同了。因为到明天早上,林若宇的七天七夜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此时,他除了心疼和期待之外,心中最多的是忐忑。七天七夜的痛苦折磨,明天就是揭晓最终结果的时刻。到时候等待着他们的,会是欣喜还是失望呢?这时,满脸痛苦之色的林若宇突然把头转向他,然后发出了两声轻横。林默微微一震,随即反应过来。 你要说话? 呜。林若宇轻横一声,算是回应。 好,那你远住。林默点了点头,轻轻拿掉了他口中的布团。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手中准备好了一个更小的布团。如果林若宇忍不住剧痛,他可以随时把这个小布团塞回去。布团拿掉的一瞬间,剧烈的痛苦让林若宇眼中下意识地就要咬牙,但在牙齿即将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是生生地忍住了。然后看着林默,有些吐字不清地说道。 不,不用单,呜,担心,我,一定,会,成功。说话的同时,他原本有些涣散的眼神,突然变得无比的坚定,似乎有一股力量,要从眼神中迸发出来。不过下一瞬,这种坚定就被袭来的剧痛给冲散了。他的神情再次因为痛苦而扭曲了起来。 林默见此,连忙拿起布团塞进了他的口中,你放心,我没有担心,我知道,你一定能成功。 呜,林若宇发出一声闷哼,算是回应了林默的话,然后身体再次剧烈地挣扎扭动了起来。 林默看着这一幕,心中微微有些发颤。他有些无法想象,林若宇到底是聚集了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强忍这种剧痛,说出那么长的一句话。 最重要的是,林若宇几经痛苦到了这种程度,竟然还注意到了他的担心。 这个傻姑娘,在这个时候,竟然还在记挂着他。他看着林若宇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庞,眼中浮现了一抹前所未有的笃定。 你一定会成功的,一定。 第880章,新的发现。 接下来的时间似乎变得格外漫长,明明只剩下了最后十几个小时,可林默却感觉仿佛过去了好几年那么久,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了一种煎熬和折磨。 终于,时间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就在某一瞬间,因为痛苦而神情扭曲,身体不断扭动的林若宇,突然一下。 就不动了。 林默瞬间意识到,七天七夜的时间彻底结束了。 他立即看向了林若宇,想要告诉他,七天七夜的时间结束了,所有的痛苦都过去了。 可还默等他开口,就看到林若宇无力地朝他笑了一下,然后头一歪,晕了过去。 林默对此倒是没有着急。 七天七夜的痛苦折磨,林若宇的精神和身体都几经虚弱到了极致。 这种晕厥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对林若宇是有好处的。 他轻轻地拿掉了他口中带着血的布团,又用瘦脚笔一层层地划开了果,在他上的那些布。 检查了一下,确认林若宇没有伤到自己后,他这才给他盖上了被子。 至此,换骨神髓的使用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只是林若宇的天赋等级有没有提升,他现在还不知道,得得林若宇醒过来他才能知道了。 然后,他直接身影一闪,再次出现在了大坑之中。 今天,是他来到这个大坑的第三天了。 按照前两天的惯例,他再次在脑中问了几遍,你还在吗? 原以为这次也和前两天一样,也得不到回答。 可没想到,他才刚问完,脑中就凭空冒出了一个想法,左前,地下两米。 林若宇的精神瞬间一震,连忙在脑中问道,左前方什么位置? 具体点,这个大坑的直径有五十多米,他现在的位置是在坑中心, 也就是说,他的左前方是一片半径达到了二十五米的扇形区域。 在这么大一片区域的地下两米处,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这工程可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他必须问清楚精准位置才好行动。 可是,他的这次问话,却没能得到任何回应。 三天恢复的能量,就只够说六个字吗? 林若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一念一动,召唤出了破山兽。 既然联系不上,那他就只能用地毯式搜索这种笨办法了, 总不能在这里再等三天吧。 破山兽在昨天刚刚升级了一次,此时几经又升六段了。 名称,破山兽。 属性,土,资质,王者低级,种族等级,八阶高级,天赋技能。 土形,超级,熟练,岩石天降,高级,入门,土甲,高级,入门,地刺,高级,入门,成长等级,又升六段。 达到六段之后,破山兽的体长达到了两米五,比之前又大了一号。 技能方面,土形,超级,达到了熟练级别。 这个提升速度和当初的小白,玄武基本一致,算是比较快了。 拍了拍破山兽黑铁般的皮肤,林默看向自己左前方的区域,示意他发动了土形。 这就是宠兽种类多的好处了。 如果没有破山兽,他此时估计得自己拿着铲子吭吃吭吃地挖土。 但是有了破山兽,这一切就简单得多了。 吁吁吁,去,啊。 他下达命令的一瞬间,破山兽两只锋利的前肘立即快速动了起来。 随着一阵尘土飞溅不到十秒钟,破山兽的整个身体就已经全部进入了地下两米的位置。 林默通过精神感应,能清楚看到此时破山兽看到的一切。 地下之中漆黑一片。 但破山兽似乎能够在黑暗中事物,而且能精准地分辨方向。 当深度达到两米之后,他便在地下转向,开始凭着朝前挖了起来。 不到两分钟,他就挖出了二十多米的距离,然后直接一个原地掉头,紧挨着刚才的路线,继续往回挖。 就这么来六次,挖了大概一百五十多米的距离之后。 破山兽通过精神感应告诉林默,他体力快要耗尽,几经挖不动了。 林默对此也不意外。 按照技能说明,在土形、超级、熟练度是入门的情况下,一接低级的破山兽,每次土形五百米左右就会体力耗尽。 他的破山兽虽然土形熟练度达到了熟练,但毕竟才又生六段,能土形一百五十多米,几经很厉害了。 唯一让他有些无奈的是,破山兽在这一百五十多米的挖掘中,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东西。 不过也无所谓了,这一百五十米的距离,差不多覆盖了他左前方一半的区域。 只要再来这么一次,破山兽应该就能完成整个区域的搜索,到时候应该就能有所发现了。 当即他便意念一动,把破山兽收回体内空间让他休息,而他自己则是召唤出朱雀,继续观摩起了火球的演练。 两个小时后,破山兽再次被召唤了出来,然后接着之前的进度,开始挖了起来。 林默站在一旁,默默地等待着。 根据之前的经验,破山兽挖完剩下的区域大概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所以,到底能不能有所发现,最多十分钟之后就会有结果了。 不过,没让他等十分钟。 仅仅三分钟之后,在地下两米处飞快前进的破山兽突然就停了下来。 然后林默的精神感应中便传来了破山兽的消息。 他可能发现了林默要找的东西。 林默精神一阵,立即示意破山兽把那个东西从地下带了出来。 可当他看到那个东西之后,却是微微一愣,然后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胸口处的吊坠。 确认脖子上的吊坠还在,他这才开始仔细观察起了手中的东西。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 是因为破山兽带出来的这个东西,和他脖子上的吊坠,几乎一模一样。 图格西姆给他的这个吊坠,差不多有婴儿拳头大小,是个标准的椭圆形,材质有些像河边常见的那种白石头。 而破山兽找到的这个东西,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非要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就只有一个。 他脖子上的这个吊坠有挂绳,而手中的这个没有。 如果把他脖子上这个吊坠的挂绳去掉,那他甚至分辨不出来这两者哪个是哪个。 这一刻,他瞬间就确定了。 之前那个能够跟他隔空交流的人,很可能就是图格西姆。 就算不是图格西姆,也一定跟图格西姆有关。 第881章,大胆的猜测。 难道图格前辈进入空间裂缝后并没有死,而是进入到了这个石头里? 林默看着手中的吊坠,忍不住地思索着。 之前说了,蓝星不是修仙世界,这里没有神石,没有原因,没有魂魄。 在这里,人死如灯面,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类似精神体,或者是一丝残魂这样的东西。 所以,林默大胆地猜测。 他手中的这块吊坠里,很可能会有类似体内空间一样的空间。 只是这个空间能进去,但是很难出来,所以图格西姆被困在了里面,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跟他联系。 而这种特殊方式,使用起来应该也会很困难,所以,石头里面的那个人才会动不动失联。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至于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考证。 不过他既然找到了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就方便多了。 大不了他隔几天就和里面的那个人联系一次,这样慢慢的,他总能搞清事情的真相, 只不过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而已。 念头落下,林末将手中的第二吊坠收进玄武的体内空间,然后收起玄武,召唤出驳马,朝着黑雾谷之外出发了。 他这次进入黑雾谷的目的就是祭拜图格西姆。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祭拜应该可以取消了。 所以他继续留下来也什么意义,可以离开了。 而就在他动身的同时,突然神情一动,然后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九鹰升级了。 名称。 九鹰,三头魔蛇。 属性。 水。 火。 毒。 资质。 王者低级。 种族等级。 神级。 天赋技能。 控水。 神级。 熟练。 水盾。 超级。 入门。 烈焰屏障。 准神级。 熟练。 烈焰巨剑。 超级。 入门。 毒液飞弹。 超级。 入门。 成长等级。 右升九段。 达到九段。 九鹰的体长达到了五米。 这是右升九段的标准体型。 技能方面,除了烈焰屏障。 准神。 从入门提升到了熟练之外,其他都没什么变化。 对此,灵默并不意外。 九鹰是神级宠兽,技能等级也都比较高。 熟练度提升得慢,他已经细以为长了。 不过九鹰达到右升九段,对他来说有个非常好的消息。 他的身体很快就能再强化一次了。 前面七次强化都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好处。 而九鹰是神级宠兽,他带来的强化,效果应该不会太差吧? 他对此很是期待。 一个多小时后,随着眼前亮起熟悉的白光, 灵默的身影出现在了黑骨秘境外的山谷之中。 然后,他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吴正忠的电话。 灵默,有事。 吴正忠的声音很快传来,听上去有些疲惫。 我这边事情都办完了,可以去参加选拔了。 所以想问问您,参加选拔的地点在哪里? 灵默问道。 他好了。 吴正忠声音中透出了一丝欣喜。 我这边正因为选拔的事情头疼呢。 你来了,也许正好能帮我解决一些麻烦。 行,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一不容辞。 灵默没问是什么麻烦。 吴正忠对他很好,也帮了他很多。 他早就想找机会回馈了。 如果这次真能帮到吴正忠,那他非常乐意。 选拔的地方在华津万安区。 吴正忠说道,不过万安区有些特殊,一般人进不来。 你到了华津之后打电话,我安排人去接你。 灵默微微一愣,没想到选拔的地点竟然在万安区。 他点了点头。 好,知道了。 其实,在他离开灵家之前,他就已经拿到了灵若宇给他办的万安区临时通行证。 通行证的时效是三个月,他现在去万安区还是可以畅通无阻的。 不过这种事现在说出来有点炫耀的感觉,所以他就没提。 那就这样,我期待着,你快点来。 吴正忠说着,挂了电话。 而灵默则是召唤出昆棚,朝着龙江市出发了。 想去华津北通过运输站,所以他得先去旧近的市区乘坐清明鹤。 不过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 他在大坑里折腾了那么久,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等他回到龙江,运输站肯定停运了。 而就在他回到龙江市区的时候,放在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是几长山。 灵默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事,精神不由微微一震,快速接通了电话。 是不是我的奖励到了? 是,所以想问问你,什么时候来拿? 几长山说道,明天。 灵默说道,这次御寿师协会给的奖励是加速宠兽成长, 还有帮助宠兽技能突破瓶颈的天才地宝。 这两者他都已经期盼好久了,所以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行程, 反正去参加选拔也不着急,晚一两天也没什么。 咦,看来你这次不忙啊。 几长山有些意外,以往他每次给灵默打电话, 灵默都是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这次这么痛快,他是真没想到。 正好忙完了。 灵默说道,另外老季帮我找一些滋补精神和身体的药物, 我明天一起拿。 这些药物是给灵若宇准备的。 七天七夜的痛苦折磨,给灵若宇带来的损伤, 可不是睡觉就能恢复的,必须配合药物补一补。 这个好弄,你明天直接来拿就行。 几长山说完,两人又寒暄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然后灵默直接就近找了家宾馆住了下来。 进入房间后,确认灵若宇仍旧没有醒来的迹象, 他便一念一动,把那个华容道盒子拿了出来。 这个盒子在他参加大师级的考核之前,就已经快要解开了。 只是参加考核之后,他就一直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 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没解开。 正好现在宾馆里也不方便观摩火球的演练, 所以他便想趁着这个时间看能不能彻底将其解开。 对于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他可是好奇许久了。 第882章,顺移技能卷轴。 华容道这种东西并不是越到后面就越简单。 有时候因为某一个滑块的位置不对, 很可能要把前面所有排列好的滑块全部再打乱。 所以,虽然这个华容道之前就已经快解开了, 但这一次,林默仍旧是用了足足六个多小时, 才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步。 咔! 当最后一个滑块归位的一瞬间, 盒子中传来了一声激阔的声音。 然后,盒子正前方的华容道上, 那些芝麻粒大小的滑块开始自发地快速移动了起来。 林默盯着那些滑块,想要看清他们的移动轨迹。 可是那些滑块太小了,而且移动速度极快, 饶使他有被博马强化过的动态视觉也依旧无法看清。 大概五六秒之后,又是咔的一声轻响, 华容道上的滑块停止了移动, 然后盒子的顶部位置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 林默看着这道缝隙,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眼神中不由多了一丝期待。 他得到这个盒子,到现在,已经快要三百天了。 从得到盒子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一直在期待里面的东西。 如今,这个盒子终于打开了, 里面会是什么呢? 他把刚刚吸的那口气缓缓吐了出去, 然后抓住盒子上的缝隙,轻轻将其打开了。 然后,一个古铜色色仿佛是由羊皮纸制作而成的卷轴, 出现在他眼中。 这是宠兽的技能卷轴, 林默微微一正。 对于这种技能卷轴, 他并不陌生, 因为他曾经在大厦商城给玄武买过技能卷轴。 玄武的龟缩就是被他卷轴提升到超级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盒子里装着的, 竟然只是一个技能卷轴不过随即, 他眼中的期待之色就越发地强烈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历经千年而不符的盒子。 能被装在这个盒子里的技能卷轴, 绝对不是一般技能。 想到这里, 他几乎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把那个卷轴从盒子里拿了出来。 打开卷轴, 当看到卷轴最前方的技能名字之后, 林默身体猛地一震, 然后整个人仿佛石化般地愣在了原地。 五秒, 十秒, 足足过了将近半分钟, 林默石化的表情才渐渐恢复了生动, 然后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惊喜之色, 整个人更是激动地从椅子上直接跳了起来。 瞬移, 这个卷轴里的技能是瞬移。 哈哈, 这一刻, 林默忍不住地开始放声地大笑了起来。 几乎是从他契约玄武开始, 他就一直在期盼着瞬移这个技能。 为此, 他想了许多办法。 他去大厦商城问过, 让李贤帮他寻找过, 让几长山通过御寿师协会的渠道帮他留意过。 甚至前不久, 他还问过同为空间细域寿师的图格兴武关于瞬移的事, 但是他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没有任何效果。 蓝星现存的空间细域寿师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就算是现存的这几位也未必掌握了瞬移。 所以, 他想要学会瞬移的想法, 始终都没能如愿。 但是今天, 就在此刻, 他这个期盼了许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可想而知, 此时的林默会高兴到什么程度?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盒子打开之前, 他对这个盒子里的东西确实是有期待的。 可他从没想过, 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会是瞬移的技能卷轴。 所以, 这个卷轴的出现对他来说绝对算得上是意料之外的超级惊喜了。 夙愿得偿加上意料之外。 这双重的惊喜, 真的是让林默欣喜若狂。 但就在这时, 咚咚,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打断了林默的欣喜。 谁? 林默下意识问道, 他在龙江唯一的熟人就是红江, 可红江应该不知道他几经回到了龙江市区才对。 先生您好, 我是宾馆的服务员, 有客人反映您这边声有点吵, 所以我来看一下。 门外传来一个女声。 好, 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林默应了一声, 脸上忍不住地出现了一丝尴尬之色。 他之前的笑声好像是太大声了一点。 好的, 谢谢您。 服务员应声离开, 林默没有在大笑, 但看着手中的卷轴, 他却是忍不住地跳到床上打了两个滚, 脸上的笑容怎么都压不住。 瞬移, 这可是神技啊。 只要让玄武学会了这个技能, 从今以后, 这天下之大, 除了一些特定的空间被封锁的区域, 再没什么他不能去的地方了。 足足高兴了十多分钟, 林默才好不容易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然后仔细看起了卷轴上的技能介绍。 瞬移, 神级, 空间系的专属技能, 使用后能穿越空间, 进行超远距离移动技能熟练度入门及时, 每次可移动100到200公里, 实际距离与宠兽能量与精神力强弱有关, 技能熟练度每提升一级, 可移动距离提升两倍。 但当技能熟练度达到初神入化时, 便可不再受此限制, 届时, 宠兽使用瞬移的移动距离, 只与宠兽的能量和精神力强弱有关。 看完这个介绍, 林默脸上的欣喜之色再度浮现了出来。 按照技能说明, 当瞬移, 熟练度达到初神入化级时, 每次使用瞬移的移动距离是1600到3200公里, 取一个中间值, 就按每次可移动2400公里来计算, 这也是极为惊人的。 要知道, 这个距离足够清明鹤飞上一整天了, 而它从发动瞬移到瞬移结束, 至多只要两三秒的时间。 两三秒2400公里, 这个速度, 就算是神级御寿师来了, 也看到林默的车尾灯了。 不过很快, 林默就冷静了下来。 瞬移是神级技能, 技能熟练度难度提升极大, 玄武想要将其提升到出神入化, 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而且现在就想, 出神入化之后的事, 未免有些太遥远了, 因为它目前的第一药物, 应该是让玄武学会瞬移。 当即, 它便找来服务员, 升级了一个宾馆里最大的房间。 然后它直接召唤出玄武, 撕碎了手中的技能卷轴。 刷! 卷轴破碎的同时, 一道浓郁的白光从中飞出, 然后缓缓地覆盖在了玄武的身上。 第883章, 御寿师协会的奖励, 浓郁白光就仿佛给玄武盖上了一层会发光的被子, 让它看上去极为的璀璨。 但如果仔细盯着那白光去看就会发现, 那光芒正通过玄武背上的龟壳, 还有它的皮肤, 缓缓地渗入玄武体内。 大概十多分钟, 白光才彻底没入了玄武的体内。 林末见此, 立即查看了一下玄武现在的状态。 名称, 玄武, 魅影归, 属性, 空间, 资质, 黄金高级, 种族等级, 六阶高级, 天赋技能, 归缩, 超级, 精通, 体内空间, 超级, 裂空斩, 高级, 完美, 虚空跳跃, 高级, 完美, 空间转移, 超级, 精通, 瞬移, 神级, 魏入门, 成长等级, 三阶中级, 看到, 瞬移, 神级, 魏入门, 几个字, 林末嘴角的效益, 再次有些压不住的冒了出来, 从今天起, 玄武就真的学会瞬移, 所以,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让玄武死磕熟练度, 尽快将瞬移达到入门级, 瞬移和其他技能有些不同, 重兽的某些技能, 在魏入门状态也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博马的死灵感应, 魏入门和入门最大的区别, 就是感应距离, 但是, 瞬移不同, 因为瞬移涉及到空间穿越,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在魏入门的情况下使用, 很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 他想要能够使用瞬移的话, 就得尽快提升熟练度, 加油吧, 火箭, 林末摸了摸玄武的脑袋, 虽然他目前并没有什么危险, 但他真的很迫切地想要感受一下, 使用瞬移的感觉, 然后他意念一动, 收起玄武, 起身开始洗漱, 开盒子用了六个多小时, 又经过了这么一番折腾, 此时天已经快亮了, 他也该回清源去拿他的奖励了, 但就在他洗漱完毕, 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 突然神情一动, 然后直接召唤出玄武, 进入了体内空间, 因为林若宇醒了, 感觉怎么样, 可不可, 呃不饿, 快步来到林若宇身边, 林末连忙轻声问道, 承受了七天七夜的痛苦, 又昏睡了一天一夜, 此时的林若宇, 就仿佛缠绵病塌多年的病人, 看上去极为的憔悴和虚弱, 林末, 林若宇有些费力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轻声说道, 我成功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一定能成功的, 林末的眼圈有些发红, 这七天七夜, 他亲眼见证林若宇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如果这要是不成功, 那他恐怕就要骂一句苍天无眼了, 他看着林若宇, 你先不要说话了, 好好休闲, 我去给你弄点喝的喝吃的, 话落, 他便离开体内空间, 找到服务员询问了一下, 附近有没有卖药膳的地方, 然后仅仅二十分钟, 他便带着一份生汤, 还有一份青粥回到了体内空间, 先让林若宇喝了一些生汤, 然后他才开始给他喂粥, 林若宇这八天, 除了被林末喂了一些水之外, 可以说是利米未尽, 一份青粥很快就被他吃完了, 但是他并没有吃饱, 不过林末却是拒绝了他还要继续喝的要求, 长时间没吃饭之后, 不能一次吃太多, 会伤身体, 好好休息, 等过两天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 好吧, 林若宇知道林末是为他好, 所以尽管很饿也没再强求, 之后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林若宇便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种剧烈消耗带来的虚弱, 至少要一周左右的休养才能彻底恢复, 林末见此, 这才离开体内空间, 然后离开宾馆, 朝着运输站出发了, 下午六点, 林末走出了青园运输站, 然后直接去御寿师协会, 从几长山那里拿到了两份奖励, 地心灵粹和百年玉残业, 地心灵粹可以说是地心灵液的升级版, 据说, 只有在地心灵液出现的地方, 才有可能产生地心灵粹, 可一旦挖出地心灵粹, 那处地方的地心灵液从此也就断根了, 所以这东西极其少见, 也因此, 地心灵粹的效果也比地心灵液好得多, 它能让宠兽的成长速度提升到正常的四倍, 效果持续半年, 这对林末来说是个不小的惊喜, 他原以为, 玉兽师总会给他的最多只会是提升三倍的天才地宝, 没想到是四倍, 然后是百年玉残业, 玉残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 它本身的寿命不长, 只有三五年, 可如果让它待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中, 那它的寿命就能达到百年, 甚至数百年以上, 百年玉残业就是这种存活了百年以上的玉残所吐出的年业, 其效果是能帮助宠兽打破技能熟练度的瓶颈, 只是单只玉残所能产出的年业极少, 想要凑齐足够一只宠兽使用的玉残业, 至少得上百只百年以上的玉残才行, 所以, 这东西可以说比地心灵粹还要难得, 可就是这么珍贵的东西, 唐硕竟然给了他两份, 也就是说, 他能同时让两只宠兽都打破当前的技能瓶颈, 这让林默在拿到奖励的时候, 真的是被玉兽师协会的手笔给狠狠震惊了一下, 要知道, 无论是地心灵粹还是地心灵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其价值保守估计都在百亿以上, 而且这种东西, 就算是华夏玉兽师总会, 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存货, 他完全没想到唐硕竟然这么大方, 不过经过几长山的一番解释之后, 他也就理解了, 说白了, 还是投资, 一个大师级的玉兽师对于华夏玉兽师协会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华夏历史上最快成为大师及玉兽师的玉兽师, 其价值之高是无法估量的, 甚至他完全都可以到华夏玉兽师总会去任职了, 只是碍于年龄, 玉兽师总会现在没法给他职位, 所以只能在物质方面给他丰厚一些了, 然后第二天, 林末便再次朝着华金出发了,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 他也该按照和吴正中的约定, 去参百国精英赛预备队员的选拔了, 第884章, 参加选拔, 下午4点半, 清明鹤在华金的运输站落地, 但是这次, 林末走到出口的时候, 直接跳过了盘查和填表的程序, 因为他拿出了万安区的临时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虽然主要是用于进出万安区, 但能够进入万安区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肯定, 所以, 这个通行证能够让他在华金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免减, 走出运输站之后, 他考虑了一下没有去林家, 而是在万安区找了一家宾馆住了下来, 林若宇现在还很虚弱, 让他这个样子回家只会让林宗明夫妇徒增心疼, 所以他打算让林若宇在宾馆里休养休养, 等身体彻底恢复好了再回林家, 反正这也用不了几天, 等到了宾馆, 一切安顿好之后, 几竟是下午六点了, 这个时间去参加选拔肯定来不及了, 所以林末也就没联系吴正宗, 而是带着林若宇一起出门了, 经过了两天的休养, 林若宇的气色看上去好多了, 精神状态也恢复了不少, 几竟能下床活动了。 最重要的是, 饿了八天之后又连续吃了两天留食, 他现在对于美食的向往, 实在是几斤按捺不住了, 在宾馆的餐厅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之后, 两人这才回到了的房间, 然后林若宇继续上床休息, 而林末则是召唤出玄武, 进入了体内空间, 沉思了片刻之后, 他意念一动, 把坤鹏召唤出来, 然后把地心灵粹给他吃了下去。 之所以给坤鹏, 原因很简单。 一, 坤鹏是他目前最主力的飞行类宠兽, 无论是用来赶路, 还是空中作战, 坤鹏都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二, 之前大师及御寿师的考核中, 他因为飞行类宠兽太弱吃过亏, 四阶高级的小白确实很强, 甚至能够击杀五阶中级的凶兽, 可一旦面对飞行类宠兽, 他就显得有些无力了。 换言之, 飞行类宠兽太弱, 就是他现在最大的短板, 所以他必须要补上这块短板才行。 然后是两份百年御残液, 他分别给了小白和九尾, 至于原因, 也很简单。 百年御残液的效果, 是让宠兽打破精通到完美之间的瓶颈。 也就是说, 他对于几经达到了完美级的技能, 是无效的。 这种情况下, 想要让百年御残液的作用最大化, 使用他的最佳人选就很好找了, 拥有精通级技能数量最多的宠兽。 而他目前的这些宠兽中, 最符合这个条件的, 就是小白和九尾。 小白有五个技能, 除了隐匿和水刃是完美之外, 剩下的三个技能, 水雾、水浪、水疗术都是精通。 而九尾有四个技能, 除了一个附身仅仅是熟练之外, 剩下的三个, 幻象、精神控制、精神鞭吃都是精通。 其他宠兽, 要么是精通级的技能数量少于三个, 要么就是技能还不到精通级。 所以, 小白和九尾就是最佳选择。 弄完这些, 林墨这才召唤出朱雀, 继续开始观摩火球的演练。 最近一直四处奔波, 他练习借用技能的进度明显减慢了。 接下来的日子, 他得继续回到之前的那种节奏才行。 第二天早上, 和林若宇一起吃过早饭, 叮嘱他在宾馆好好休息之后, 林墨这才离开宾馆, 拨通了吴正中的电话。 你到了, 吴正中的声音很快响起。 嗯, 我现在就在万安区的安宁宾馆门口。 林墨说道, 吴正中那边沉默了两秒。 显然是没想到, 林墨竟然能进入万安区。 不过, 他并未有询问什么, 而是直接说道, 那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直接过来吧。 你那个位置距离我这里不远, 等你到了门口, 我让人接你。 好, 林墨点了点头, 挂了电话。 随即, 他就收到了吴正中发来的地址。 这个地址和他的距离确实不远。 他一边问路, 一边走过去, 一共也才用了一颗钟就到了地方。 这是一栋类类似体育场一样的建筑。 看着不高, 但占地面积极大, 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当他来到建筑门口的时候, 竟然看到吴正中等在那里。 吴老, 您怎么亲自出来了? 林墨连忙跑了过去, 有些惶恐地说道, 吴正中堂堂中将, 竟然亲自来接他, 他何得何能啊? 没事, 在房间里面待久了, 正好出来透透气。 吴正中看到林墨露出一丝笑意, 然后有些惊叹地说道, 你小子, 现在可是了不得呀。 林墨微微一正, 一时间没明白吴正中的意思。 吴正中解释道, 你打破华夏最年轻大师及御寿师记录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虽然你让唐硕帮你保密, 但你别忘了, 你打破的可是蓝星历史上的最快记录, 这是大事, 他肯定是要上报的。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这件事目前就仅限于高层知道, 所以严格来说, 唐硕并没有违反你们之间的保密约定。 林墨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然后主动问道, 您之前说, 有点麻烦需要我来解决, 不知道需要我做什么。 这个啊, 吴正中笑了一下, 不用具体做什么, 你只要正常参加选拔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能选上, 那就最好不过了。 好, 我努力。 林墨有些搞不懂吴正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 只要他能被选为预备队员, 那就是给吴正中帮忙了。 只是对此, 他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这次参加百国精英赛的国家队, 需要正式成员32人, 预备队员8人。 按照网界的情况来看, 就算是预备队员, 实力也都在准传奇, 而他才刚刚成为大师级, 和准传奇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种情况下, 想要成功入选, 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怎么? 没信心? 吴正中看出了林墨的想法。 林墨坦然地点了点头, 感觉有点难。 仅仅看预售等级的话, 你确实有点难。 吴正中看着林墨, 不过, 这次选拔看的是实力, 而不是等级, 所以我还是之前那句话, 你并不是没有机会。 所以, 先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有压力。 你到底能不能入选, 得会进去笔下就知道了。 第885章, 真正的忧中选忧, 跟着吴正中进入大门, 一路往里。 一路上, 林墨收获了大量的注视, 毕竟来这里参加选拔的预售师不少, 但能让吴正中亲自出来接的, 真没几个。 进入建筑内部, 首先是一个宽阔的大厅。 大厅正中央放着一块高度有两米, 宽度超过十米的长方形巨石。 石头上, 用龙飞凤舞的笔记, 刻着八个大字, 团结一致, 也会有这样的标语。 明白这八个字的意思吗? 吴正中在巨石前停了下来, 林墨点了点头, 这八个字并不难理解。 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块巨石上课的会是这八个字吗? 吴正中又问。 林墨摇了摇头, 吴正中解释道, 因为曾经在某一届百国精英赛上, 我们华夏的选手, 因为队伍的内部矛盾, 而错失了进入前五名的好机会。 林墨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八个字还有这样的来历。 吴正中看着林墨, 你也知道, 能够来参加选拔。 而且最终进入国家队的预售师, 都是华夏各个地方同年龄段里最顶尖的一批人。 不夸张地说, 这些人每一个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是华夏的天之骄子。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 因为这样的人往往都心高气傲, 谁也不负谁。 所以, 怎么让这些人团结起来, 一直都是队伍里的一个大难题。 于是后来便有了这块巨石, 为的就是时刻提醒入选的预售师们, 将团结放在第一位。 毕竟百国精英赛除了个人的单项比赛之外, 还有团体赛, 而团体赛的成绩在最终排名中占据的比重极大。 原来如此, 林墨恍然地点了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团结一致确实至关重要。 不过你不要误会, 带你来看这八个字不是针对你, 每一个来这里参加选拔的预售师, 我都会安排人带他们来看看这八个字, 这纯粹就是惯例。 吴正中说道, 林墨笑了一下, 我明白的, 吴老, 那走吧,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选拔了。 吴正中说着, 当先绕过巨石, 朝建筑内部走了进去。 林墨连忙跟上, 有些好奇地问道, 现在的选拔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吴正中微微一愣, 随即说道, 好像忘了给你说选拔的机制和方式了。 百国精英赛队员的选拔, 采取的是末位淘汰制。 最开始, 会由华夏各个地方的官方组织, 举荐一些人员。 举荐出来的这些人员, 经过比试, 最终选出32个正式队员和8个预备队员。 然后才会开始第二阶段的选拔, 就是号召全国各地符合条件的预售师来参加选拔。 你现在参加的, 就是第二阶段的选拔。 而选拔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挑战当前排名最末位的正式队员。 输了自然就是挑战失败, 赢了你就能留下。 但就算留下, 也并不代表你就成功入选了。 因为直到选拔日期截止之前,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预售师来挑战。 你只有坚持到最后, 才能算是真正的入选了。 林默听到这样的选拔方式, 终于明白, 百国精英赛的人员选拔, 为什么要提前半年开始了? 因为这种选拔方式, 说白了就是把全国所有符合条件的预售师 都集合起来鄙视了一遍, 是真正的忧中选忧。 而采用如此费时费力的选拔方式, 可见华夏对于这个百国精英赛的重视程度了。 所以, 你问我选拔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我只能告诉你, 不到选拔日期截止, 这个选拔就始终没有完成吴正忠说道。 林默听到这里, 对这次选拔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感念。 他看着吴正忠有些好奇的问道, 那队员之间是怎么排名的? 通过积分。 吴正忠说道, 获得积分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冲刺理论塔, 另一种就是实战。 理论塔, 林默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说是塔, 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库。 吴正忠说道, 只是里面将理论知识的难度分成了一到九级, 你需要答题来获得积分。 实战就是队员之间的比拼了, 赢了加一分, 输了扣一分, 平手都不得分。 然后将理论塔的积分乘以一个比重系数, 再和战斗积分加在一起, 就是你的个人积分了, 队内的排名就是根据个人积分来的。 林默稍微消化了一下这个体系, 问道, 那如果预备队员的积分超过了正式队员, 是不是就能升级成为正式队员了? 没错, 吴正说道, 除非选拔截止, 否则一切都没有定数。 林默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目前这个预备队员的第八名, 是什么实力? 按照吴老奖的这个体系,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是挑战目前预备队员中的第八名。 目前的第八名叫吴宁, 年龄28岁, 实力是大师级。 吴正中说道, 林默微微一正, 才大师嘛? 这个等级, 比他预料中的低了一些。 他以为能成为预备队员的, 实力怎么也几近达到了准传奇才对。 吴正中笑道, 不要这么意外, 目前的预备队员之中, 排名后四位的都是大师级。 因为现在, 距离选拔截止日期还有两个多月, 有很多报了名的人都在努力提升实力, 还没来参加选拔呢。 林默恍然地点了点头, 不过, 你可不要因为吴宁是大师级就小看他。 吴宁成为大师及预售师, 几近三年了, 距离准大师也不远了, 实力可不弱。 吴正中提醒道, 林默不由苦笑道, 您可太抬救我了, 救我这实力, 哪敢小看别人。 他说的是真心话, 虽然他打破了蓝星最年轻大师及预售师的记录, 但百国精英赛的年龄限制是三十岁以下, 他的实力在这些比他大了将近十岁的选手面前, 真就是弟弟。 你也不用这么谦虚, 我还是看好你的。 吴正中说着, 推开了前方的一扇门。 到了, 这里就是你参加选拔的地方了。